台中捷運害人砍案 休閒來自屏東 洪信男子 經臺中立檢署密集 偵訊一個月 過程中他與檢方對答 精神狀況並無異常 警方調查 洪信男子因為家庭求學因素 對社會產生不滿 今年四月間就預謀就殺人 為了讓全國民眾看到自己 才選定於大眾捷運車廂內犯案 洪信男子從犯案當天5月21號至今 已經在看守所待了一個月左右 而被他砍傷的長髮哥 許先生本身為自有教練 雖然傷勢逐漸恢復 但訓練強度還無法恢復到以往 聽聞兇嫌反動機也不太理解 被砍傷17歲高中生的爸爸 也感念兒子受傷時受到良好的醫療照顧 在7月26號舉辦捐血活動 同時送出多功能雨傘 可以當成軌障和隨身防身工具 希望避免漢事再度發生 同時希望大家正式兇嫌 偵犯進度 三星新聞綜合報導